顽皮可爱就是我,我就是尼小圈,尼小圈尚实际 不想长大,8月28日星期四 下周一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因为我要到秋实小学去念一年级了 别以为我会高兴地跳起来,其实我一点都不想去,也不想长大 我喜欢待在幼儿园里做游戏,唱歌,跳舞,还可以吃好多好吃的东西 可是没有办法,老爸老妈是不会同意的 在大人们的脑袋里永远都是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甚至是成为博士 今天我不小心把心愿告诉了老爸,他一听就急了 这,这怎么可以,你不去学知识,将来怎么能成为一名特别特别著名的作家呢 啊,作家,前几天不还是画家吗 哦,对对,是画家,口误,口误,哈哈哈哈 老爸总是这样,真拿他没办法 真不明白上小学有什么好的 小学里没有饭后水果,小学里没有草莓蛋糕 小学里没有淘气宝,小学里没有可爱的兮兮老师 如果我能有一根魔法棒就好了 可以把自己变成永远只有六岁 啊,对了,我还要把老爸变成四岁 对,就是四岁 然后严厉地批评他 如果他不听,我就狠狠地修理他 哈哈 嗯,真这样该有多好玩呀 这篇日记千万千万不能让老爸看见 否则他肯定会狠狠地修理我的 老爸评语 米小圈,你完了,我看见了 吃完晚饭,老妈把我的书包塞得鼓鼓的 里面全是上小学的书本啊,学习用品啊 我背了背,哇,好沉啊 老妈告诉我,我即将成为一名正式的小学生了 所以不能再让大人给我系鞋带和洗袜子了 啊,不是吧,我最讨厌洗袜子了 老妈又说 嗯,要不就让你老爸帮你洗袜子 好啊,好啊,我觉得老妈的这个主意不错 然后,你就洗你爸爸的袜子 哦,不不不,我们还是洗自己的吧 老爸的袜子杀伤力太大了,我才不敢洗呢 比洗袜子更让我头痛的就是系鞋带了 我怎么学也学不会 老妈严厉的说 学不会也要学 将来你成为特别特别著名的画家 不会系鞋带,多丢人呢 可是,我觉得,如果我能成为特别特别著名的画家 那我一定很有钱 那样,我就可以故人帮我系鞋带了 老妈严厉批评了我的金钱论 没办法,只好继续跟老妈学系鞋带 半个小时过去了,我还是没有学会 老妈鼓励我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新人 一个半小时过去了,我仍然没有学会 两个半小时过去了,我还是不会 老妈终于崩溃了 唉,看来这个世界上还真有难事啊 最后,老妈同意以后帮我系鞋带 但袜子一定要自己洗 老妈万事 老妈万事 老妈万事